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观点下 今天我们谈基辛格博士的毕业论文 及其如何影响到他后来的外交决策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算是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 他在1971年秘密访华 为1972年尼克森访华 和1979年中美建交开辟了破冰之旅 他在当时的国际舞台和外交谈判中 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 切实维护了美国的霸权和全球利益 基辛格能作为一个成功的外交家 和国际问题的学者 与他当初在哈佛大学写的博士毕业论文 密不可分 基辛格是1923年出生在德国 是犹太人 为躲避纳粹的迫害 1939年随父母移民美国 他参加过二代 做过对德国的情报工作 二代以后在哈佛大学学习 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长达375页 虽然被评为优等 但是由于这个篇幅太长 后来哈佛大学规定 所有本科毕业生的论文 今后不得超过基辛格本科毕业论文篇幅的三分之一 1954年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 博士毕业 他的论文题目就是 恢复的世界 凭梅特尼 卡斯里尔和1812年到1822年之间的和平问题 主要内容是 纳普伦在1812年入侵俄国失败以后 以及1815年兵败华铁鲁 纳普伦帝国轰然倒塌 法国的包袍王朝复辟 关于如何处理战败的法国 以及在欧洲大陆几个列强之间 比如奥地利 普鲁士和俄国之间 保持力量平衡和欧洲的协调 1814年到1815年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 构建了著名的维也纳体系 维持了欧洲将近100年的和平 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纪大战爆发 一战以后形成了新的法尔赛体系 在1814年到1815年 吴也纳会期间 两个最著名的人物就是梅特涅和卡斯利尔 梅特涅当时是奥匈帝国的首相 兼外交大臣 也是欧洲最著名的外交家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持欧洲的军事 不被打破 从而保持奥地利的调停作用和大国地位 卡斯利尔是英国外交大臣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 一直是主张在欧洲组建联盟 对抗其主要的对手法国 维持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 防止任何一个欧洲大国 无论是法国奥地利普鲁士 或者沙皇俄国 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 避免英国在欧洲的利益 或其全球的殖民利益受到威胁 卡斯利尔在当时的谈判中 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 主要就是针对这两个关键人物 就是梅特涅和卡斯利尔 如何开展穿梭外交和秘密谈判 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分析 当时的法国是战败国 法国的领土面积有所减小 其势力和影响逐渐退出了西班牙 意大利 荷兰和德意志和城邦 但是战败的法国依然是一个大国 法国的外交大臣塔利朗 拾出浑身的泄数 就是尽量减少法国的损失 和维护着法国的利益 威尔纳会以后 法国重新加入了其他欧洲大国的行列 成为五国同盟之一 那么奥匈帝国 它位于欧洲的中部 也就是中欧地区 由众多的民族组成 主要包括奥地利 匈牙利 捷克 意大利北部和 巴尔干地区的部分 斯拉夫民族 奥匈帝国的贵族统治 比较保守 是压制各地的民族意识 和民族自治 防止奥匈帝国的解体 从国力上讲 奥匈帝国的实力 不如西边的传统大国 法国 比不上北面盛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 也就是以后的 好战的德国 在奥地利的东面 是扩张成性的沙皇俄国 所以奥匈帝国的对外政策 就是维持周边各大国的力量平衡 互相牵制 防止一国独大 防止法国的拿破仑帝国 东山再起 同时利用法国 去制约正在崛起的普鲁士 奥地利和普鲁士 同属于德裔的民族 都讲德语 后来二战时期的希特勒 就是出生在奥地利北部的林茨 当时的奥地利要压制 北方的普鲁士 在德意志同盟中的主导权 但是同时 希望利用普鲁士 制约西边的法国和东边的俄罗斯 而俄罗斯作为一个传统的东欧大国 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率领盟军 首先攻入巴黎 迫使拿破仑退位 那么奥地利和俄罗斯在东欧 和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问题上 有争议 奥地利需要俄罗斯制衡 普鲁士和法国 也需要法国和普鲁士制衡俄罗斯 奥地利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实力 决定了其在欧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政策 调停各方的矛盾和冲突 维持欧洲大国的协调 防止革命和战争 从而维护奥匈帝国的最大利益 而这任务就必然交给了 当时奥地利的首相和外交大臣梅特尼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 和维也纳体系的形成 使得欧洲大陆在随后的100年里 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冲突 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基辛格博士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为他以后的外交生涯 做了很好的积累和铺垫 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 就是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以史为尽 可以知星体 1969年尼克松在美国大选中获胜 基辛格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为尼克松出谋划策 他们两人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是不谋而合 1969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 国内民权运动高涨 面对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 美国在全球争霸中处于首饰和被动的地位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两大对抗的集团 中国在1949年以后 首先加入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仅仅过了十年 中苏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又过了十年到1969年 中苏关系是严重恶化 以至于两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边界冲突 全面战争也是一触即发 中苏关系的魄力 为美国的对外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 美中关系的和解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基辛格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美国要打中国牌 借中国的力量在亚洲牵制苏联 使苏联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 而美国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 保持对苏联的优势 迫使苏联对美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让步 更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利益 当时的世界的五大力量中心 就是美国 苏联 中国 欧洲和日本 非常类似于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 当时在欧洲的五个大国 英国 法国 奥地利 普鲁士 和沙皇 俄国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 1815年 维也纳体系和二战以后形成的 压沙体系之间相差150年左右 但是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大国之间 各个利益集团之间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进行外交谈判 保持中立或者结盟 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 维护自身的最大的国家利益 基辛格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 激取了梅特涅和卡斯利尔的外交思想和谈判的技巧 又结合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 通过明确而又灵活的外交政策 在当时错综复杂 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 将美国的实力优势和他个人的外交才能 发挥的淋漓尽致 2023年11月 年过百岁的基辛格 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他生前到访中国超过100多次 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当今的国际局势与50年前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相比 有类似之处 也有新的变化 美国从两霸之一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整体的鼓励和影响力在不断的衰退 苏联虽然解体了 但是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军事大国 与美国和北约形成对抗 中国迅速崛起 现在被美国视为主要的威胁 欧洲和日本依然是美国传统的盟国 印度和伊朗作为新的地区性大国 影响力在不断的增强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面对美国的全面打压 相互结成了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形成了真正的挑战 2024年是美国新的大选之年 无论是特朗普共和党重回白宫 还是拜登的民主党继续执政 美国都依然需要一个当年的基辛格博士 一个有着大局观点 战略眼光并能灵活执行政策的外交决策人 在国际上 就是维护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 防止其他大国之间的军事结盟 美国尤其要避免同时 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直接发生对抗 需要途上解决俄战争问题和台湾问题 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最大的敌意 那基辛格博士的毕业论文 为其以后的外交活动 提供了很好的历史的参考和借鉴 而基辛格博士当年的外交决策 对今天的美国外交 也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